OK,看過 主席跟我們講一下,今天有發生這個食安的事情,那你怎麼看這次這個食安的事情,那現在有人懷疑說是人為因素,那以你之前過去的醫學判斷來看,是有可能是人為的因素嗎? 這個還是幾分證據講幾分話,因為這個既然有住院就有檢體有什麼,趕快檢查吧 因為一般來講,食物種子會搞到死掉的不多,我印象特別如果還是那句話,這個要還是醫學專業,有檢體有定時,找專家幾個專家來看看就知道了 那想問一下,因為就是台志光的費率審查會議有指出說,會議9點才開始,結果9點40就結束了,是不是光速的就是通過審查,而且好像沒有記錄下說到底是怎麼談費率的只有結論 其實這件事情,第一點,我們應該不需要去回答細節,一個會議40分鐘,不然你要開多久? 這件事情,我覺得到今天有點焦點模糊掉,第一點,約是國民黨的市長勸的,12,025元 今天胡編預算9千萬,是現任的國民黨市長勸的 然後廠商賺了多賺的錢,然後再用回購給議員,然後被收押的是國民黨的議員 然後今天發生所有這些事情,你們現在還在指責說,當年那個大聲講說 大家注意啊,這個以後會出問題,奇怪 啊怎麼現在變成在檢討,我是當年提出問題說,這個要小心的 你提到議員可以拿出很多份公文,但是你提出這些公文,中小平是告訴說有抽公文的狀況,但是是透過議員所知嗎? 因為我們民眾黨在議會還是有4名議員,議員就會所知 所以這個議員所知這也蠻正常的 藍綠議員都說他們調不到這些資料? 奇怪,有手知就會有手知紀錄 因為蔣知府這邊好像下令說,以偵查不公開為由不讓這個議員來調取所謂的公文跟資料 這個就是一樣,公開透明是一個文化,如果是的話我就公開透明,其實如果是的話我就直接面對 不需要這樣,其實我知道政治上的戰略,就是說他知道他已經失分了,因為這個不報預算,然後議員說回共 而且我非常清楚,恐到不止一個議員,應該查下去還會有 在這個狀態下,他知道他已經扣分了,然後怎麼辦? 就開始到處扣分,就是說大家一樣 這種政治的手法我都了解,但是我覺得不是很好 主席,因為北市府現在有指控說您當年106年前的子約已經違背了母約 因為這個價格好像不能超過當期政府的費率,或者是行政院的費率 那當初的費率到底是多少?有超過這價格嗎? 所以一樣,我知道106年的時候好像沒有3M的費率 這種東西就是這樣,不要再講一大堆,事就是不是就是把東西拿出來 就一樣把數據拿出來 我是建議講是乾脆這樣,我在當市長那段期間,所有的會議紀錄 所有的公文,全部一次公布出來 我跟你講一次公布出來就好笑 因為他們是說光是2M的費率,當時候你們106年是簽1681 但是以當時的費率來算應該是1400多,已經超過了 一樣嘛,有問題就拿出來講,是哪個地方有問題 但是我跟你講,一般來講,我相信公布也不會故意去犯錯 特別是我跟你講,我在當市長的時候相當嚴厲 不會,不會有什麼案子,不然你有問題就拿出來講 我也不想再去回答任何這種穿著誤會的問題 你剛才想問一下那個母約的部分 因為現在這個議員發覺說這個母約裡面其實有條文寫到說 如果遇到形勢變更或是不可靠的進度都可以結束 那他例子說,為什麼你找這個指數來嚴定說解約狀況 有沒有發現這些條文 其實我跟你講喔,這有兩個問題,當時有兩個問題 第一,我是覺得那個約很不好,你知道 但是台灣還是個法式的國家 我跟你講,約簽了你也不能說,我看這個優惠處理 除非他真的有最早的證據被抓到 所以當時我們就只好用最嚴格的監督 還有一點是事實上的困難 因為這裡有一萬多次了,我那時候已經一萬四千多次了 攝影機是用台式光的網路 你現在突然在轉換,沒有想像當中 因為他如果突然跟你說好,我們就解約 中華電信進來要接,要接一天兩天 當時都算一算,哇這個整個台北市的監視器有這種空裝區的問題 所以我們當時也是發現這個有困難 所以後來他也沒有確確犯罪的證據 然後又有一些轉換的困難,所以我們就用嚴格監督來處理 因為尤其是會有爆料說 一樣嘛,這個有幾分證據講幾分話嘛 也不要預設立場嘛 不過實際上,我們還是要讓台灣成一個法制的國家 就是說依法行政 按照證據說的 後面實在太早了 好了,就這樣,後面實在太早了 後面實在太早了